主料,猪肉线200克,主料,马蹄10粒,胡萝卜半根,烤油一大勺,粘一小勺,白胡椒粉,面粉150克,鸡蛋3个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马蹄买回来洗净,去皮,用刀杯先将其压烂,再将其剁碎,猪肉线加入盐,烤油,白胡椒粉盐10分钟,这一步放到一开始来做,可以省时不少。 胡萝卜卡丝,加入鸡蛋,面粉,白胡椒粉,盐,加入猪肉馅,调匀,调匀,平底锅烧热,倒入少许油,将其一个一个放入,两面煎熟即可,要是想省事,可以直接一下子全部倒入,一起煎,烹饪技巧,一,马蹄去皮比较费事,所以你可以提前去皮,用保鲜袋装好,放冰箱, 二条面部不用加水,粘稠点最好,三,可以煎成一个一个的,也可以直接煎成一个大圆饼,切着吃就好了,四,猪肉线先腌上,腌肉的时间再处理其他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感谢观看